又到了秀肌肉的时刻 又到了展现实力的时刻 今天在大家面前呢 还是三台的IF2号机 那这台机器呢 我们前前后后一共是卖了21套的 我第一个作品就是他们刚发售的时候 第一批一次是卖了7台 然后后续的陆陆续续的 我们现在已经卖了21套了 给这三台电脑的给大家上一下电视 而且呢 我前两天不是拍过一个 我说了一个 我说到底是谁在买4090 然后展示了我们再装了4090 哪有个120台 下边的酸萝卜很多啊 什么什么话都说 当然说了男性的 我这种人我该拉黑我拉黑的 刚好也借这三台机器呢 给大家聊一聊 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仇复 先说上电视的是 这台机器呢 是我的粉丝李峰李先生的一台 EVER2号机的整机 那它呢 选用的处理器呢是13900KS 最目前最高端的处理器 当然149已经出了哈 而且149对应的 Extreme系列呢 又上了两块新主牌 一块呢就是方米软 因为方米软它不是每一代都出 上了一块方米软纯白的钢琴烤漆的 前后的这样的散热灰甲 非常好看 如果要是装纯白主机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方米的 还上了一个APEX 但是APEX装这个14代CPU的 它上的是黑色 换了个名字 具体的型号我们还没有拿到货 但是这两个一黑一白 应该是高端机的首选了 然后其他的方面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选择了一个留白定制的包网模子线 其他的就是LR号机 它自己的这所带的这个配置 没有显卡 这台机器的显卡呢 你往这看 这两台机器呢 是我们刚做完UV打印的显卡 这个是猛琴4090黑色猛琴的显卡 我们做的UV打印 这不是香香吗 二号机标志 然后看这个 它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李先生呢 他下单比较晚 他的显卡还在打印的过程中 这这显卡 他打印之后依然是有质保的 当然你们自己打 肯定是没有的 我们去拆开 去打印这个显卡的 要在华硕那儿去备案 还有一个备案的过程 这个串号你提交过去 这张显卡依然有质保 那他的显卡还没有到 这台机器还发不走 我们接下来看这一台 这台的是我的粉丝 沈先生的一台EVER二号机 普普通通的配置啊 13900K 打印的显卡 EVER的二号机的全套 没有选择模组线 没有更改机箱风扇 龙神二代 EVER定制款呢 它还是用的原装的风扇 也没有去夹汉膜 这次就是一台普普通通的EVER二号机 然后跟着这一台呢 是我的粉丝 姚正豪姚先生的一台 EVER二号机 13900K 13900K的盒装 13900K盒装 芝奇的换风机 三星的990pro 其他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好介绍 它选择的是连立积木的风扇 只选择了 4把14厘米的风扇 去替代了机箱风扇 有了RGB的色彩 然后水冷上的风扇呢 也是没有换 这是这三台电脑 还有两台呢 是它里边装的 不是EVER二号机 但是它用的是这个机箱 还有一台 我们出来看一下 这台的是我的粉丝 格雷 格先生的 他的一台R号机 当然上电视 但是本来我们计划是一块装好一块上个电视 但是今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等通知再发货 暂时先不装 万峰级996pro 以及我们需要用的极限器 也是一整套啊 简单的给大家上一下电视 但是这个机器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是限量款 而且型号都是固定的 4090黑柔 型号都是固定的 没有什么可讲的 但是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吧 前两天我的 我说到底哪些人在买4090这个作品呢 我演出了很多的不好不和谐的声音 你说起实话 你说我买得起4090吗 说起实话我也不舍得去买一个4090 我也不舍得去买个22号机 我也舍不得去装一个ROG的全家桶 但是有的人能够买得起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现在的我们的DIY装机器 这个声音呢越发严重 但凡是看到别人买了一个比较贵的主机 给人家取名叫刀霸主机 叫什么这样的主机那样主机 反正总之说一句话 凡是买这种电脑的都是大远种 凡是卖这种电脑的都是大件商 咋了你活不起来 见不得别人好吗 你没有想象一下参加过中考没有 没有参加过高考 无所谓你参加过中考没有 你想象一下 你是在这个中考也好 高考也好 它的分数线是在你考试前 就给你列出来了 一本是一本 二本是二本 三本是三本吗 还是等你考完了之后 这个分数线才给你列出来的 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们社会在发展 比如说我们这个先生 他用的是990 Pro 2T标准的 PCAE 4.0的旗舰裤袋 对日常的用户 对我们像我这种日常用户 他快的那点速度 我真的能体验出来吗 我体验不出来 但是我们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速度了 也就是说 现在有PCAE 4.0旗舰速度的固态 在上边给你扛着压力 你才能够拿到最便宜的 我们想用的PCAE 3.0的固态 能明白吗 这是一张4090 孟琴就已经有溢价了 然后L2号机的溢价更严重 那买4090的都是垃圾吗 都是冤重吗 那4060T所有的游戏都可以打 我知道 但是如果此时此刻 我们的社会停止发展 我们的科技停止进步了 我们现在没有4090 没有9090Pro 现在市面上最高端的显卡 叫4060T 现在市面上最高端的固态 叫智态的PC005 那这些去讲究性价比 骂人家是冤重的这些人 你们依然买不起 你信不信 4060T能卖到4090的价格 因为什么 因为4060T就是此时此刻的4090 也就是说 你考试之前 分数线是没有画出来的 等你考完了之后 这个城市有一万个人 只能允许有2000个人上一本 那么第2000名这个人 他的考试的分数 就是你一本的分数线 能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吗 我们之所以能够现在用到 便宜的内存 便宜的固态 机箱厂商也到处在卷 包括说主板的 还有这个显卡的价格的 在一定程度上 他也是在卷 那当然说CPU啊 显卡这些 我们做不到的东西 可能卷的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些有钱人 在源源不断的为企业提供动力 什么叫动力 就是钱 他在给为这些高端的产品去买单 虽然有可能他就用不到 我买了一张4090 我回去 我打个连连看 我扫雷不行吗 但是因为有他们的钱 有这些追求高端的用户 来为体验输出了动力 让我们的科技 在一点一点的发展 从而使这些中端的产品 在不断的降价 然后汇集我们这些普通大众 这是一个市场发展的规律 作为一个用户 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想要去追求性价比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你写出来的性价比的配置 它之所以被称为性价比 是因为在这套配置之上 有更多更好 溢价更高的配置 在它的衬托下 你的配置才显得是性价比 如果没有 那你写的性价比的配置 你照样买不起 退而求其次 你买个非常垃圾的电脑 你照样会说你写的这套 此时此刻性价比的配置 也是大原种配置 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 时代就是这样发展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 我也看到了这台EVER2号机 而且我是去参加了 华硕ROG粉丝见面会 在郑州站粉丝见面会 我也是受邀去参加了 我也看到了 身穿明日香服饰的 cosplay的形象 小姐姐 我也觉得它很漂亮 但是我看到这些机器 我看到这个cosplay的话 我更多的是羡慕 除了那个cosplay的形象 我是真喜欢 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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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